在奥特曼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拥斗怪兽保护人类的时候 但是其中有些剧情就很好地揭露了人性的丑恶与黑暗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些剧情吧 出来奥特曼第23集 多年前发射到宇宙中的飞船出了事故 宇航员贾米拉没有办法返回地球 知道这一切的没有人愿意去救他 甚至隐瞒所有这一切的消息 只剩贾米拉孤独地在宇宙中漂流 后来被迫降临在一个无水的星球 在这种新环境下 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一只怪兽 她改造了宇宙飞船 并且下定决定要向地球报复 得知一切真相的特搜队队员 不想攻击这位曾经的同伴 但是故事总要继续 为了能使国际和平会议顺利召开 初代奥特曼必须和他战斗 最后贾米拉死在了高压水流之下 特搜队还给他建了一座梦碑 我的故乡是地球 权力者可以随意的抛弃人性 可以随意抛弃棋子 仍然高枕无忧 而那些被抛弃者 还有被迫失去人性的人 又该何去何从 杰克奥特曼第33集 梅雌星人来到地球调查天气 在这期间救了一个人类小孩子梁 并且把袭击了梁的怪兽 乌鲁齐封印了起来 从此梁和梅雌星人 情同父子相依为命 但是因为梁是被外星人受养的 再加上举止怪语 所以村里的人都打他 骂他欺负他 而杰克的人间体乡 知道了梁怪语行为的真相 原来是梅雌星人 被地球恶劣的环境 侵蚀了身体 只有离开地球 才能保住性命 而梁为了救他 整天都在挖飞行器 最终善良的梅雌星人 在村民的暴动下 重枪失望 被封印的怪兽 也苏醒过来 破坏城市 但是这一次 奥特曼却迟迟没有出现 这一集中所表达的东西 在我们身边就真实存在 地狱骑士 污染环境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很多很多 艾斯奥特曼第26集到27集 地狱星人 西伯利特行人 刚出场 就开始破坏地球上的建筑 然后扬言道 要求人类交出艾斯 因为怪兽的袭击 而失去父亲的浩斯 大骂S奥特曼 甚至连塔克队的山中队员 都主张交出艾斯 而西伯利特行人 凭借着自身的投影能力 上来就击败了奥特曼兄弟 把他们都变成了同像 看到这一切的人类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他们所有人 都要求塔克队放弃抵抗 埋怨到他们 为什么不早点交出艾斯 所有人都对塔克队 还有奥特曼 恶语相加 虽然最终艾斯成功打败了怪兽 但是人类为了一张空头支票 就可以这么对待 曾经拯救他们 无数次的艾斯 还有塔克队 难免让人感到心寒 其实在奥特曼中 讽刺人性的故事 还是很多的 你还知道哪些呢 赶紧留言告诉我们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新机缘 我们下期再见